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很多同学在认识我的起初阶段都会跟我说 王老师 您看看我打球 教我两招 好让我下去对付谁谁谁 你真认为会有一招致敌吗 那你也太天真了 你的价值观都错了 场上拼的那是全盘的实力 如果你的综合实力跟对手就不在一个档次上 你光想着靠几个花俏的假动作 靠一两个所谓的谋略战术 那都是徒劳 我们还是有不少同学会迷恋于那些假动作形式的骗术招数 不是说那些不能学 而是那些东西它仅仅是井上添花的东西 你能光靠学这个上战场吗 你上场后就用得上吗 你用了之后对手就能上钩吗 即使对手上钩了 你就能赢下整场球吗 所以孙子兵法季篇中的季 它首先不是计谋的季 而是计算的季 是敌我双方力量的索尔的分析法 所以让你在场上打球多动脑钻研 并不只是让你在场上多用计谋 计谋也只是在执行过程中的一些办法手段 而提上更重要的是让你学会多计算 这个计算的含义是指从你上场比赛之前 在得知对手是谁之前 你就已经在做准备了 收集对手的打法特点 不足弱点等等相关信息 再根据自己的优缺点来进行赛前的战术布局 比赛开始了第一局 我准备的是什么战术 到11分间歇 到一局结束 战术实施的如何 有没有效果 如果今天对手打我的战术有变化 我该怎么办 我是否需要多准备两三道战术来应对 临场是会需要应变能力 但真正的高水平选手 大部分的工作已经在前期做好了预算 安排布局 这个前期工作除了指赛前 更指的是你平时长期的扎实积累 所以我要把孙子兵法的思想借鉴到球场上来 就是要跟大家一同树立正确价值观 就像华山老师说的 学兵法 首先你要认识到四个字 兵法 无用 也就是说你知道再多的战略战术 精通再多的兵法 如果你的综合实力不行 那都是没用的 明摆着打不赢的球 你不可能靠战略战术去反败为胜 有了能力 技术再弹战术 那才是如虎添翼 如果脱离了技术能力等等光弹战术 那都是纸上弹兵 空中楼阁 因此本次第一讲课的开篇 我就点名了我的教学宗旨 希望同学们能够踏实 扎实的来系统学习羽毛球的技战术 有耐心 有决心 有恒心的来面对技战术 以及专项素质 技能等训练中的艰苦及枯燥 不走捷径 才是最大的捷径 好 下面进入我们本门课程的第一讲课的战术内容 本节课的我们讲的第一个战术 就是二攻一战术 二攻一战术 也是双打进攻战术中一个最基本 也是最典型的战术 我们到场上来看看 什么叫二攻一 顾名思义 就是两个打一个 因为在一队双打配队中 难免会出现一强一弱的情况 业余双打中就更常出现了 其中的一个选手比另一个选手 比如在防守能力上 在进攻能力上 在跑动能力上 在控球能力上 包括在心理素质方面等等 都要差一些 那么这个时候 进攻方就要集中优势兵力 打歼灭仗了 二攻一战术 就是要坚决明确 跟弱的那个选手 无论是成直线 还是对角线 都要全力以赴的 盯着他攻 盯着他打 当弱者在后场进攻时 就要通过两底线的调动 让他出现被动情况 起高球 这时候就给我方创造进攻机会 又或者 当弱者在后场进攻时 我们就直接反击给他 然后抽压跟进 进行防转攻 再或者当弱者在往前时 我们就要多处理往前球 让他起球 给我方来进行进攻 总而言之 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尽可能的 让他多拿球 让他的同伴 少碰球 也就是我们经常 开玩笑说的 这个就叫卫星定位 而且这一战术还能体现出 孙子兵法中的另一个标准战力 叫围点打员 兵法上叫做我包围一个点 他的同伙就会派援军来救他 然后我在援军来的路上 设一个埋伏 把援军给打掉 这就叫攻其所必救 我去攻打一个 他必须要救的地方 那么运用到球场上 在这个战术中 你就会发现 当你盯着弱者打的时候 强的那位 显然就会去保护他的同伴 我们现在可以从画面上来看 两个人的站位情况 你可以从站位上 看到强的这一个 就会有意识的 往同伴那个区域去靠 甚至整个人 都会站到中路那个区域去 因为他想要去保护同伴 这时候他自己本身那个区域 就会显现出很大的空档 那么进攻方 就可以在多拍进攻完弱者后 冷不丁地 杀到强者那一边的边路去 这时候的进攻方 就有选择上的优势 要么盯着弱者弓 直到弓死 要么多拍攻弱者后 突袭到同伴区域 致使两个人出错 打乱他们整个防守的阵脚 至于攻弱者该怎么攻 攻哪些点位 攻多少拍之后 可以适当地 突袭到强者那边去 就需要我们根据观察对手的具体情况 来做进一步的线路安排 这些我们在后续的学习中 再来展开探讨 我们这讲课的内容就到这里 同学们有什么想要探讨的地方 可以留言 期待与你探讨 我们下讲课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